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V生命运术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运术九宫格 369这套连线在关系相处当中跟亲朋好友 还有另外一半亲密爱人 在相处上的内心渴望 以及他的行为特质表现 或免述的再次分享一下369这套连线呢 主导的到底是什么 以及他在感情相处当中会展现的特质 39这套连线呢 他主要是一个创意 还有发想能力的一个代表 那这样子的能力呢 在关系相处当中呢 同时他也代表的是一个高度的同理心 以及尊重对方的特质 三这个数字的创意 灵性还有高弹性 以及六这个数字的散解人意啊 愿意主动先付出 高负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还有九这个数字 是爱好和平的追求者 以及一个自然主义者 还有智慧代表的特质是有关系的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 我们会把369连线 在关系相处当中呢 叫做包容暖心线 他们呢 在关系相处当中 非常愿意扮演对方最佳后盾的角色 这跟数字3 不设限答案 还有就跟数字6 愿意主动先体贴他人 以及数字9 希望世界和平的特质 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在关系相处上面啊 有369连线 希望自己呢 能够成为大家 休息的避风港 一个港湾的概念 他们希望能够先理解原因 并且呢 提供不同的这个面向和见解分析 之后 再来陪伴对方 再去找到最佳的解方和处理方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这跟369连线的人本身啊 愿意主动学习 还有强大的包容力是非常有关的 特别啊 就是针对他们第一次听到 或者是跟社会风俗 有些不尽相投的答案或理论出现的时候 有369连线的人啊 会比较不排斥 因为他们觉得说 每一次的改革都是进步的起源 所以他们听到新的 或者是有一些冲击 跟过往大家觉得的好的 或是一些普遍的普世价值 如果有些不一样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这个中间应该是 有一些些值得探索 更好玩的事情 369连线的人会觉得说 如果改变的过程当中 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 其实他是很支持的 很喜欢 也很愿意 跟着对方一起探险 冒险 一起去学习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很好玩以外 你们还可以建立 属于你们自己的回忆 可以一起解锁很多人生新的经验 谈恋爱的时候其实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跟了一个点子很多 活力很十足 心里也算OK的人在一起 就觉得每一天都是很快乐 每天都充满新的体验 跟新的刺激感 但是有369连线的这个人呢 他们在跟亲朋好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会对他们的这种 那叫评价会产生 369连线 普遍来说你们的性格基本上 非常非常的温暖 在这个温暖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刚刚强调的 就是创意很多 同时你们很希望能够 用一视同仁的方式来去面对 你们正在面对的对象 整体来说 不论你是在家族啊 朋友甚至是学校 或是职场的关系当中 普遍来讲 你们都是人人还不错的人 有369连线的人 愿意扮演开心果啊 跟气氛的调节者的身份 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们其实蛮期待 通过你们自己 能够让大家彼此了解 甚至是愿意去分享 和去交流资源 让大家能够在 共同认识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是有369连线 心里面的一个很期待 而且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让他觉得很快乐 但是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某一个程度也满足了 有369连线的人 你们非常想要 他会创意 能够不断接触新鲜事物 好玩的时候 你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当他们在帮助大家 解决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很复杂 就觉得好繁杂 特别是你在处理人际关系 对于有39连线的人来说 他们觉得还好 是因为每一件事情 大家心中 他都觉得是一个好玩的 是因为他没遇过 所以当他在处理的时候 他比较多的时候 是抱持着一个 没关系啊 我试试看 说不定我也会学到 一些新东西的状态 所以他比较像在 闯关游戏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对他来说 有一点点像 每一次遇到新事情的时候 他会说 他的人生能够被upgrade 再往上走一点点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确实在跟 一般的关系相处当中 是蛮加分的 长远来说 有369连线 在大家的眼中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一直 都是为了要去 让别人快乐 或者是让整个气氛 活络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忘记 你自己到底要什么 跟369的人 人在谈恋爱 有的时候 在感情的挫折 反而会比较大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有39连线 在谈恋爱的时候啊 其实他心里面 很希望对方 很像小孩子一样 就是很纯真 内心要很勇敢 很正向 愿意接受挑战 同时他又要 希望对方很公平 觉得有这样特质的人 才能够跟你一起 为了你们周围的人 去比如说 伸张正义 帮他们去挑战 社会价值观 甚至是重新建立一个 新的规范 但是你知道 就很难有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又要像小孩 又要像大人 因为那角色 其实有点混乱 就我到底是 跟你一个人谈恋爱 还是跟你 以及你周围的人 全部一起谈恋爱 有的时候 一开始 你很容易吸引到对方 但是在长远的 感情过程当中 其实这是 容易出现 争执的点 你到底期待 我多少的比例 像一个 跟你谈恋爱的人 多少的比例 像一个 要跟你一起 出去战斗的勇士 甚至是成为你的资源前线的 那个最强后盾 那他谈恋爱 你要有角色 切换的功能 要切换的功能 而且你在切换上面 要很自如 因为你知道 有三六九连线 有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按牌力出牌的 在整个感情的 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三六九连线 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很常相处 所以在这个相处的 过程当中 理当对方很了解你 你会觉得默契 这件事情 是你们有建立起来的 必须要说 默契一定会被建立的 但有一个前提是 你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跟对方讲一下 可能你要听一下 对方的意见 才会有机会产生默契 默契是双方 而不是因为在一起 你应该看懂 我的做事风格 所以你认为那叫默契 这是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个人其实是非常 欣赏有三六九的特质 但是每一件事情 刀都有两面的 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特别 在感情的部分 要跟有三六九连线的人说 你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 他除了来陪你过关 然后打怪也好 或是升级 这些都是好玩的事情 因为在你们的相处 过程当中 会有你们自己独特的风格 但是终究它是感情 在感情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 顺序的重要性 就是谁被摆在比较前面 以及就是说 你邀请我一起陪伴 你面对挑战 或是面对你要照顾的人 和事和物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一个 打下手的人 我不是只是来做 原来我的意见 你也会采纳 这样子的话 你的要求跟你的期待 就比较容易能够 在你的感情跟帮助人 两个面向都需要的状态下 同时间可以并行的 但如果说 你只期待对方听你的 然后按照你的期待步骤去做 不要问太多 一直冒险的心情就好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难 这就会变成是说 你不是在谈恋爱 你是在找人 陪你玩游戏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的 因为其实有三十九连线的人 其实很可以让感情不会很无聊 不无聊这件事情 其实是相处当中很重要的 可是因为会随着年纪 还有大家的人生历练之后 会重新去定义无聊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跟有三六九连线的人的 一个小小的分享 也很希望在感情当中 你们的特色能够成为你们加分点 而不会成为你们吵架 或是破局可惜的因素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灵术九宫阁三六九这条连线 在关西相处当中的分析和建议 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祝福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